现在我来介绍极坐标的观念 有的时候直角坐标难以表达一些区域 所以我们采用极坐标有时候会反而变得更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假设这个点 假设叫做XY的话 那么什么叫做极坐标呢 极坐标的意思就是说 它如何去描述一个点 以直角坐标的观念 是向右走X步 向上走Y步 这个坐标叫做XY 那么以极坐标的观念是 距离R 正向X轴的夹角 这个地方叫做Theta 那么R Theta 这个坐标是不是也是能够同样的描述同一个点 那么我们要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写下来 这个地方叫做Y 这个地方叫做X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R cosine Theta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R在这个X方向的投影 这个前面我们有介绍过 这是等于X Y的话是R sine Theta 是等于Y 我们就利用这个关系是 作为两者之间的一个兑换的方法 我们在重积分的这个计算的时候 我们常常需要的是一个面积元素 所谓的DA DA我们在直角坐标里面 我们的话常常把它改写成DX乘DY 或者是改成DY乘DX 这是我们最习惯的写法 可是在直坐标来说的话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DX乘DY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矩形 那么我们的话把这个直坐标的情况 来作为一个解释 现在直坐标这是一个扇形 直坐标的话如何去描述一个面积呢 就要用扇形面积来算 扇形面积各位同学要记得 它的面积公式叫做二分之一R平方Theta 那么我们画出一个两个扇形 这个大的扇形 假设这个长度叫做Ri加1好了 这个长度是Ri 那么中间的这个角度 我们叫它Dtheta 现在我们来考虑的是这一个面积元素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DX乘DY的状况 那么这个面积元素怎么算呢 是大的扇形减掉小的扇形 好 我们来算一下 大的扇形 是二分之一R平方 这个R叫做Ri加1 Dtheta 夹角是Dtheta 减掉二分之一 小的扇形 大的扇形减掉小的扇形 就剩下了一个中间的这个面积元素 我们称这个叫做Da好了 现在继续计算 我们发现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是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的 然后Dtheta 我们把它放到最后面 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Ri加1的平方 减掉Ri的平方 乘上Dtheta 这是一个A平方减B平方的状况 我们把它改写成A加B乘上A减B 好 我们看看 A加B乘上A减B 那就是R的I加1加上Ri 乘上Ri加1 减掉Ri乘上Dtheta 现在各位同学要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大的R减掉小的R 相当于就是DR 于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DR 而这是什么呢 这是两个R的一个平均数 那各位同学看 如果说这个R的话呢 是任意一个点 这个Ri加1跟Ri的话呢 将会非常的接近 因为它非常的小 所以这两个可以视为一样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R 两个相加除2 RDRDtheta 于是我们在未来 我们用极座标来表达 重积分跟换成叠积分的时候 面积元素DA 我们将会以RDRDtheta来表示 我们在这边也介绍一个 在高等微积分才碰到的东西 叫做Jacobean的观念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子的解释 这是XY经过的一个变换 变成了Rtheta 这是两个新的变数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Jacobean等于 这个地方我们习惯的写法是 Partial Fxy Partial R Theta 它是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行列式的状况 它的写法是怎么写呢 是这样子的 Partial X Partial R Partial X Partial Theta Partial Y Partial R Partial Y Partial Theta 好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是怎么算的 首先我们来想想看 X是什么 X是Rcos Theta Y是R Partial Theta 现在以R为变数 对X来偏为 所以这个地方是写什么呢 是Cos Theta 现在以Theta为变数 对X来偏为 那这边是 Cos的为分是负Sin 所以这边是负的 来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以R为变数 对Y 那么就是Sin Theta 这边的话呢 以Theta为变数 对Y来偏为 这边是R Cos Theta 好 继续写下去 这边等于多少 行列式的计算 我们这边相乘 减掉负对角线 主对角线相乘是多少呢 是R乘上cos平方 再减掉负的 那就变成了 加上Rsine的平方 这个地方各位同学看 Rcos平方 Sine平方的加起来的话呢 是一个横等式永远是1 所以这边是R 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 这个XY的面积函数 跟R Theta所描述的面积函数 中间差了一个R倍 所以我们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做一个验证 DXDY相当于就是RDRD Theta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计算的时候 叠积分的时候常常要用到 那么我们学会了这个极坐标的方法以后 对于我们在做一些原型 或一些比较特殊的题目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